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林和彦 现在录影时间 礼拜五早上10点是8分 台北股市目前涨34点 今天是封关日 所以很可惜啊 在礼拜四的晚上 欧美股市全部呈现大涨的走势 你看德国法兰克福指数 在礼拜四晚上是大涨167点 今天澳洲也大涨 那香港也大涨 美国也大涨 那台北股是因为今天就最后一天了 所以市场买进的意愿不高 估计量只有600多亿而已 包含今天法兰圈的动作也不大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外资最近不大买的股票 像台积电 联电 包含月光 细品 这两支是今天还有动到的 昨天外资买最多的 买了38000多张的群创 买超第二名的尤达 今天表现也都不强 可见得今天连外资动作也不大 所以导致今天台北股市没有办法跟上脚步 可是你要记得哦 道琼工业指数这个还会再创历史新高 道琼工业指数的历史新高这个一定会破的 这个一定会破的 这一定会破的 因为德国早就已经冲出去了 德国早就已经冲出去了 过历史新高已经冲出去了 所以美国股市在我们过年这段期间 他还会再抽 只是过年这段期间假期太长 假期太长的结果 我们没有办法去跟他躲 加上虽然说外资 目前还在做持续加码动作 最逢光是这一波 光是这一波外资就买进了1400多亿 不含今天 今天还不知道 到昨天为止外资就买了1400多亿 所以外资单一定是报股过年的 可是外资报股过年的同时 并不代表你可以跟他一起报股过年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外资的股票都他自己在掌控 只要他不撤退他继续买 那行情也不会下来 可是你的股票 没有人在帮你照顾 如果你的股票没有特定人在里面的话 那么其实是很危险的 尤其行情走到9500这个地方来 量一直出不来 所以我们给会员建议是 保留一半现金过年 因为依照历年 我对于台北股是过年前后的看法 尤其20年来它的规律性 过年前后行情都会颠倒 就像你去年来说 我们来看去年 以去年来说 这是去年封关前 去年行情也是 2013年的去年 去年行情也是封关前拉高封关 看完看之后就出现击杀 所以过年前跟过年后是颠倒的 前年102年 102年的行情也是 102年的行情也是很清楚 来看102年 好 这102年的行情 102年的行情是过年前先杀低 在这里封关 过年后开始大涨 所以过年前后行情 几乎都是颠倒成现走的 101年 我们不可能看太久了 我们再多看一两年就好 这是102年的 好 这是102年的 102年的封关 在这里 102年的封关 在这个地方 对 1月28号封关 也是大高封关 看完就是杀 好 所以我追踪了 大概20年的过年前后行情 几乎都是颠倒走的 所以今年的行情 虽然外资跟国际股市 都很强 外资继续在加码 可是很明显的 今年是大高封关的 所以过年后 一定要有危险意识 所以我们在过年前这几天 已经通知会员 陆陆续续把资金做回收 大概降到五成以下持股 风险意识一定要具备 当然以目前的格局来说 长线多头还不会结束 为什么说不会结束呢 因为紧接着过完年之后 马上就要进入3月份了 那你想哦 2月份因为过年长假期的因素 订单全部挤到3月份来 所以3月份的业绩会大爆发 紧接着3月份 也要年报全部出炉 所以在年报行情 紧接着4月份是手机行情 在后面有年报行情 跟手机行情的一个推动之下 你说这个行情马上要转为空投市场 几乎是不可能 所以这个行情我个人的看法 过年后 行情应该会有一波折回 可是折回幅度不会太深 折回幅度不会太深 折回来之后 紧接着开始酝酿年报跟季报的行情 又会再有一波新的行情推动 所以你保留个五成的现金在手上 等压回之后我们重新再安排 然后重新再规划 那到底过年后哪些股票 会开始接棒走的 我相信过年前跟过年后 是不同的景象 过年前后那是不同的景象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行情在扑动过程当中 它是阶段性任务 什么叫阶段性任务 也就是说每个时期 它有每个时期不同的主轴 就好像12月份 12月份一个很重要的时间点 就是把人做账 因为年底的时间 他要把他账面上的价格 他的净值获利他要拉高 所以他的第一次拉抬 他手中持股多的股票 所以12月份友达群创华雅科 这是去年外星买最多的股票 包含台积电 而且在12月份全部都大涨上来 所以有他的意义 那1月份跟2月份过年前 投资票投入意愿不高 法轮圈他们要赚 要从什么赚 从台子旗下去赚最快 所以就是拉抬一些大型的全职股 包含除了联电台积电日月光细品 包含一些金融股 包含台塑南亚这些全职 所以可以看到其他股票在12月份完全不动 都是大型股在拉抬 因为外资要利用拉抬大型股 来让他开始起的获利会比较快速 这样纵使选户不耕 他一样能够创造他的利润出来 所以时间进入3月份跟4月份之后 一定有不同的思考 不同的族群 那这个不同族群 将会回归到业绩股身上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股票 这段期间完全没有涨 大盘这一波涨坦白说是不错哦 从8500到9500已经1000点了 可是很多很赚钱的公司 赚一个股本两个股本 北比都只有在10倍左右 大盘涨1000点他们完全没涨到 我想这些股票在过年后 因为年报的效应 反而他们的价值感会浮出台面 会浮出台面 尤其全职股拉高之后 有些业绩股来做接棒 是一个最明显的 所以过年前后会有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主角产生 那利用过年前把钱做适度的回收 抱着现金过年后 我们重新再安排 重新再出发 我相信这是一个最正确的方式 那过年后哪些股票会成为主角 我今天特别为大家制作的这一份 洋年的福袋 特别为大家准备这份洋年的福袋 在这份福袋里面 我为大家准备了过完年以后 除了会跟大家讲解大盆的走势 同时过年后哪些股票将成为盘命的主流 全部准备在这一份洋年的福袋里面 希望这份福袋能够为大家在新的一年 带来丰厚的财富 有希望的人有需要的人 熬出窑囊可以打带进来 免费索取这份洋年福袋 我们为大家所精心准备的内容物 可以大家和我们一起联络 那今天是封关日 在这里跟大家拜个早年 祝大家新的一年 事事顺利股市赚大钱 恭喜发财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